整个北国做公帝农民跟爱宁 这块铛公帝的消费者 可以见到了解公帝的气味 所以日地地街中就特别跟日地乡工作 以及日地乡农会来合作 将这块铛公帝的食水跟气味来作分类 建立一个这块铛公帝的病病的表证 头发的预讨会来提供给大陆跟消费者 了解这块铛公帝的气味 这块铛公帝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从零到零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日地地街中和公司融合的努力下 建立了一些谈老公的风味伦 为了宣布好消息 昨晚人为了办法表会和研究会 进行向农民以及消费者来做介绍 并透过很多冲泡 在视觉、嗅觉和味觉上面 提供民众马上就会当做了解 什么叫做老公的好味道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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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我们今天的风味伦 你就可以完全去对照 他喝下去的口感 他的色到底是什么叫做瘦链 是什么要色 然后他的转换 在风味伦里面你就可以看 他三个轮子 他就可以很浅显 用颜色、用图形、用色块 下去对照 让你完全都可以了解 这是我们台湾所有的地区 第一个有风味伦 咱们想说 透过这个风味伦的界定 可以让我们的农民 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清楚 更清楚来认 界定说这个老公的主意就是什么主意 我相信说老公是一个很容易贴近 我们消费者的茶饮 希望说 透过这个风味伦 我们消费者可以认识我们的红茶 喜爱红茶 在间头回上 主办议也要请到地面的路由生活作家 也会给人 在来参加以外 要向地龙和地上 探讨风味伦的重要隔断 对出汽车和中约共调 用消费者简单了解的意见 来介绍一块谈老公 提醒因认识老公 的风味伦的力量 对着行销老公 那消费者在喝的时候就可以喝到 比如说台茶十八号的薄荷味 肉桂香 那它在滋味的风味伦上就可以看得到 那比如它所谓的金黄蜜红 金黄的颜色水色 那就可以在它的茶汤的水色的风味伦 去比对出来 那这个部分除了容易比对之外 我们还在风味伦上面做了一个 不同程度的刻度 所以整个风味伦给大家的一个概念 就是希望借由一个简单的 风味伦的图表 让大家在拼饮红茶的时候 有一个沟通的语言 风味伦就是中所喝到风味 以及感觉有系统的记录并且分类 包括咖啡和酒类影片 很早就有 现在这些谈老公在大家的努力下 建立了风味伦 这就是这些谈老公 调供更多话又更增添了一大步 记者见面前菜红布都